恩惠 怜悯 平安 常与你同在 今天要看的是约翰二书 非常的简短 只有一章 他的主题也相当的简单清晰 真理就出现五次 爱出现了七次 所以非常的平衡 让我们看到真理跟爱 它的重要性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 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当时使徒老约翰 特别写这封信 他的对象呢 居然是一个太太 这个太太是蒙简选的太太 那这位太太是谁呢 其实指的就是教会 不晓得当时他为什么不能够 很清楚的就写教会 可能是在逼迫的情况之下 他就比较含蓄的说 所以他是写信给教会 以及他的儿女 也就是教会里面的圣徒 教会呢 是使徒约翰所诚心所爱的 不但是约翰所爱的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你知道真理吗 如果照这里所说的 你知道真理的话 你一定就会爱教会 那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觉得教会里面有不可爱的人 也有不可爱的地方 我们在这当中也会受到伤害 那爱教会其实不见得是那么的容易 为什么我们还要爱教会呢 教会是我们的家 教会是真理的注实 支柱 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爱我们的教会 那第二节就讲到 为什么他要爱教会跟众圣徒了 他讲到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圣经的真理 就是要爱 要爱神 爱人 圣经讲到说 这个旧约的总纲 就是爱 所以我们看到真理里面 其实他的核心就是爱 神他自己就是爱 这真理存在我们的理念 所以这个爱也存在我们里面 他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真理 可能指的就是圣经的真理 也可能也就是真理的灵 就是圣灵 所以不管是圣经或者是圣灵 其实呢 都是指向爱 让我们能够爱人 爱神 爱教会 第三节 第三节恩惠 恩惠 恋 恋 恋 平安 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 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果有丰富的真理和爱心的话呢 就一定有恩惠 恋 恋 恋 平安 从神那里来 常与我们同在 第四节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 遵行真理的救圣欢喜 我也很能够体会老约翰 他的这种心态 我如果有看到 弟兄姐妹是非常可慕圣经的 能够遵行圣经的 我就特别的开心 第五节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那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这个起初所受的命令是什么呢 当然约翰是从他的老师 就是耶稣那边所受的命令 耶稣就是颁发了所谓的大诫命 就是要我们彼此的相爱 所以我们看到 约翰不管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或约翰一书 甚至到约翰二书 在他所有的这些著作里面呢 都反复的非常的忠心提到 耶稣所提的就是要爱 所以我们说 约翰呢就是一个爱的使徒 因为他常常的提醒大家 要彼此相爱 那怎么样才能够爱呢 第六节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所以我们照着他的命令 照着他的真理行 这就是爱神 也就能够去爱人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 也清楚的看到约翰提到这一点 所以特别提到我们要小心敌基督 不要被敌基督所迷惑 那我们要分辨敌基督的方法 是很简单的 就是任何的灵 如果不认耶稣基督 是道成肉身的神 那他就不是真理 就是敌基督了 第八节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所以我们一切的服侍 或者是带领我们的人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 我们都要小心不要让他失去了 换句话讲 我们要谨守神给我们的真理 不要被敌基督所迷惑了 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所以我们要守住福音 守住爱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那他们可能就是敌基督了 就是传异端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样子的人呢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所以我们跟传异端的 我们当然不是恨他们 不是对他们不好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相交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这个地方让我们想起 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 也讲到说是要让你们的喜乐满足 所以在约翰一书跟约翰二书 都是希望圣徒能够喜乐满足 那这个地方讲到 怎么样才能够喜乐满足呢 就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当面谈论 换句话讲 就是跟他们能够彼此相交 所以圣徒之间相爱 相交在基督里面 在爱里面 在光当中 这就是最大的喜乐 十三节 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就是其他教会的圣徒 都问你安 今天你学到了什么呢 圣灵向你说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约翰再次的提醒大家 我们要遵行真理 彼此相爱 也要防备敌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今天让我们再次的受到提醒 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要拥抱爱跟真理 让我们能够来彼此相交 喜乐就可以满足 感谢主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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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